各位学员,大家好 从这一节目开始,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上传漏洞 从原理到利用以及修复 本专题主要讲解以下几个内容 1.介绍文件上传漏洞形成的原因 2.介绍漏洞的检测与利用 3.介绍漏洞的修复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 1和2主要讲解怎么攻 3.主要讲解怎么修复,就是怎么防 本章第一是用的学习对象 网络安全技术的初学者 介绍的学习方法有 1.是总结上传漏洞的形成原因 2.自己搭建实验环境进行漏洞的复线 3.了解系统环境在上传漏洞中起到的作用 3.那么在网站的运行过程中 4.不可避免的要对网站的某些页面或者内容进行更新 4.这时便需要使用到网站的文件上传功能 5.如果不对被上传的文件进行限制或者说限制被绕过 5.那么该功能便有可能会被利用于上传可执行的文件 6.或者可执行的脚本到服务器上 6.而导致服务器的沦线 6.那么常见的上传漏洞有哪些呢 1.服务器配置不当导致的文件上传 2.开源编辑器存在上传漏洞 3.本地文件上传限制可以被绕过 4.服务端过滤不严 5.解析漏洞导致的文件执行 6.文件路径的阶段 3.这里服务器配置不当 4.主要是Windows的写前讯的漏洞 5.第二个开源编辑器 5.网上主要有以WebEdit 5.fckEdit等等 5.本地文件上传限制 5.主要是留言器的JavaScript的限制 5.服务端过滤 5.主要是在服务端的代码进行过滤的时候 5.不是特别严格 5.可以被绕过 5.解析漏洞 5.是我们会在后面进行讲解 6.文件路径 6.就是上传的路径 7.可以被修改 7.或者说被截断 7.上传漏洞的利用成果 7.叫快速直接的 7.获取网站的Web权限 8.配合其他漏洞 8.达到同样 8.获取网站权限的目的 8.为后续进一步渗透 8.提供较为方便的跳板 8.那么在这里 8.最后留下一个 9.扣习题 9.主要是安装一个虚拟机的环境 9.在学习过程中 9.不可能使用真实的环境来 9.讲解 9.主要还是使用虚拟机的环境来进行讲解 9.最后 9.谢谢大家观看 2.10% 8. surrounding 1.10% 1.10% 2.10% 2.10%